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有此以乃林志玲之称的安维玲金被爆出当小三,根据ET Today新光云报道,她一次介入44岁电影王牌教师,马马出击导演张哲书的婚姻。 报道中曝光郑公和安维玲的对话,郑公提出安维玲与导演在家中急需汽车旅馆的证据,且认为安维玲知道导演已婚身份仍继续来往,但安同时也自称是受害者,让人摸不住头绪。 张哲书被问到婚外情,直呼误会,还表示与妻子家庭状况一切正常。 安维玲出道以来形象倾心,上月接受访问,曾提到真实的自己在感情上较为理智,透露目前有一个观察对象,两人认识多年,但近期才有进一步发展,坦言欣赏对方不符合他,老实和处理事情的方式。 我希望的对象是,可以当爸爸,哥哥,我可以成为对方的妈妈姐妹的人,当我碰到困难时,不是安慰,不会去救我,而是会给我有建设性的建议。 但也称目前彼此关系还在观察阶段,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。 然而安维玲在证据截图里,自称微不足道,还担心事件被爆出后影响公司,似乎已向公司报备此事。 对此,安的经纪人没有否认婚外情,仅称艺人私事不过问,并尊重艺人的感情生活。 梵陈飞、左起、杨紫怡和安维玲在剧中上演二女争一男的戏码,没想到真实世界也演这出。 大爱提供。